請容小編喝一下水 從11點報到到現在是 我看一下 12點半了 我一個半小時不敢喝水 不敢去上廁所 不敢離開這個座位 好好的坐在這兒 就是為了這部駭人來電 相信大家剛剛看到我們的專訪 一定都覺得這部影集 真的很特別很特別 到底有多特別呢 剛剛光聽導演的訪問 可能還沒有辦法深入的了解 就讓鮭人來為大家深入的解析 這部影集到底有多厲害 其實這部影集是 Apple TV Plus第一個跨國的製作 它原來是一個 法國的同名影集改編 在2018年在電視上首映 然後那個影集 其實就跟我們現在看的一樣 就是完全的沒有實際的畫面 而是就是 一些聲音的點點 或者是那個人名而已 它的影像風格 比美國現在的版本更簡單 更極簡 它卻讓人產生了更多的聯想跟恐怖感 然後在法國非常的受歡迎 上映沒多久之後呢 就馬上被Apple TV Plus買下了版權 然後法國原版也被Apple TV Plus買下了 那原創者呢叫做Timothy Hochet Timothy Hochet 希望我沒有念錯 因為他是法國人 名字可能是Timothy Hochet 真的太誇張了 Timothy呢 他原創的版本其實是一個 十分鐘左右的短片 他在2016年他才23歲的時候 就上傳到YouTube 馬上呢迅速就獲得40萬的點閱嘛 然後就被製片公司看上 然後請他來把它發展成一個影集 真的很強大耶 大家可以去YouTube上找找看大 他的名字Timothy Hochet 然後他自己有一個頻道 所以呢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那個短片 裡面有一些是講英文的 比法國影集版好懂 因為BN在做功課的時候 試著想要去看法國的影集版 但其實真的完全聽不懂 然後就算他有打字 但是也完全看不懂 所以原版的短片版 還有一些英文是可以讓大家比較好懂的 如果你英文OK的話 他在製片公司找他要發展成影集的時候 他就覺得 答應是答應 但是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呢 為什麼說奇怪 因為他其實原本的短片幾乎是沒有影像 他根本沒有一個會動的影像 他的幾乎就是定格在那邊 就是只是告訴你說 現在誰跟誰在講話而已 然後這樣的東西 可以發展成影集嗎 他自己也覺得很狐疑 但是他也答應了 在兩年的發展之下呢 完成了這個法國的影集版 他自己當然也就是恐怖片迷啦 那跟所有的恐怖片迷一樣 暴鞭其實雖然很害怕看恐怖片 但是常常呢 就是被嚇嚇嚇嚇嚇到最後 最失望的那個moment 通常都是怪獸出現的時候 就是真的看到怪獸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通常就是最 最失望的時候 因為其實你在聽到怪獸的聲音啊 或是大家很害怕的感覺 在怪獸還沒有真的實際影像出現在前面的時候 你自己的想像裡面就是最恐怖的 就像剛剛導演講的一樣 如果我講一個怪獸 你可能心裡有自己的想像 然後那個感覺就是你最害怕的怪獸的樣子 結果看到電影裡面真的怪獸出去 你可能會怎麼長這樣 或是不恐怖這樣 所以其實呢 他說的真的很有道理 就是最成功的電影其實是 給觀眾看到越少的東西越好 這也讓我想到境界就是 他聲音越少 但是那個恐怖的感覺 無聲的那種恐怖反而越大 跟這部影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那種境界啦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看 然後聲音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可以騙人的東西 畫面加上去可能就少了那種神秘感 因為就告訴你說啊他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只有聲音 只有一些抽象的畫面帶動你的情緒 帶動你的情緒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真的很特別 很不一樣的 然後他的聲音設計 他也說就是有點像 諾蘭的敦克爾克 他其實不用血腥的畫面 不用站真正的斷頭啊 流長子 渡破長流 通通跑出來 他其實只要用一些無聲的感覺 就可以創造出你最大的恐懼感了 我覺得這部影集真的有非常做到這一點 而且呢 觀眾他會沒有看到實際的畫面 他就會有各自的解讀 我可能就現在覺得 救護車真的來了 或是那個怪物長什麼樣 他說他的手變得超級長 你可能想像的是這樣 我可能想像的是那樣 每個人的恐懼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在法國呢 影集推出一個月之後 就非常成功 然後Apple TV就早上門了 然後呢 Timothy也有說呢 他這個影集在法國製作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自由 他每一集呢 大概都只有寫三行 三劇 劇情大綱 然後交給電視台 那電視台就 同意 然後他就去繼續寫 他的細節的腳本 就這樣就過了 然後第二季呢 因為開始比較麻煩一點 大概要從三劇變三頁 因為Apple TV加入了 所以 要同時獲得 Apple TV跟法國電視台同意 而且同時等於要做兩個版本 因為他要做 英文的版本給Apple TV 然後給 然後法文的版本 給法國電視台 所以等於要寫兩個版本 但是他說呢 自由度一樣是非常有的 只是要花比較多時間寫 然後他很厲害的是 他一集大概三個晚上就可以完成了 為什麼是不是晚上呢 因為他覺得 恐怖片要在晚上寫比較有FEEL 很恐怖 我現在 你知道我們今天在晚上做訪問嗎 然後剛剛開始在那邊等的時候 就 因為大家有可能 有些記者他的麥克風沒關 就會發出 發生一些稀稀疏疏的聲音 就 不知道是被這個影集影響 就覺得 很真的 我覺得沒有影像 沒有實際影像 只聽那些求救的那些聲音 真的會覺得讓你覺得毛骨悚然 好啦 那剛剛講完了這部影集的緣起 駭人來電的緣起 現在來真的來介紹一下 這次的美國版 到底內容有多少巧思呢 其實他就是各種的聲音組成的一個影集 包括了像是 飛機上的黑盒子啦 各種的打電話報警的電話啦 或者是打電話給110啊 119啦 那種急救電話 然後對講機啊 或是電話留言等等 其實呢原來Timothy他就是在網路上 在YouTube上聽了很多 這種打119 110的那種急救的電話 就有這個靈感 覺得 光聽這些聲音其實就很緊張 而且你聽他們的講話內容 真的會很緊張 有時候看那個新聞台啊 不是有時候也會有這種 就是 人家打電話報警還是什麼的 以前啊 我們在新聞台的時候就是 因為社會組可能就是要監聽那個警察的廣播 那種也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他可能會說什麼 然後急急急然後現在我們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件要全部集合這樣 類似的 就是會讓你覺得 喔有莫名的一種緊張感 還是我比較容易緊張 相信你目前的觀眾 爆小粉們應該也是吧 快點頭 或是快點打字告訴別人 你真的也很緊張吧 然後呢 他每一集的這個談話內容呢 看似沒有關聯 其實他到最後都會有一個 巧妙的連結 到底是什麼連結呢 當然就不能劇透要大家去看了才知道 我覺得真的會覺得非常厲害 然後那個恐懼感真的是 與日俱增 每一集每一集這樣下來都是非常強大的 其實你各自去看每一集其實也是都是可以獨立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大家花時間去看 重點是他很短 他每一集大概就12到15分鐘而已 所以非常快就可以結束了 他的卡斯當然就是一開始會 哇讓你覺得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卡斯超級強大 包括了神力與超人的佩卓帕斯卡 還有艾倫泰勒強森莉莉科林斯拉 凱倫吉蘭 新技衣工隊的凱倫吉蘭 還有配音速小子的班什瓦茲 還有尼克強納斯 當然呢 導演本人呢也是最佳的恐怖大師 就是它的暫時停止呼吸應該是我近年來看過醉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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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 也是聲音 也是恐怖不能呼吸 導演說他拍的東西都是自己覺得恐怖的 所以他會被自己的電影嚇到嗎 哈哈 應該是不會吧 然後呢當然還有他的下人好班底 斯第一分朗也有擔任配音的工作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 他們每個人演出的聲音表情都很好 而且我覺得第一次看的時候 因為太進入那個緊張的情緒 而且因為我們看的是 可能也因為我們看的是沒有字幕 所以我也要非常認真的看那個字幕 而且我們的畫 就是我們試看的時候畫質不是太好 所以要很認真的看那字幕 聽他們講什麼 就很進入那個劇情 就忘記她是Lily Collins 忘記她是Petro Pasca 忘記她是Steven Long 然後第二次在看的時候才會 喔 真的也是她的聲音這樣 我覺得他們演戲演成金的 真的超強 但這個導演剛剛有講到就是 來自烏拉圭的導演 Fade 阿瓦雷茲 她之前的作品呢 剛剛有講到 暫時停止呼吸啦 失辨啊 然後還有蜘蛛網中的女孩 她也是應該是史上 難得拒絕Marvel的男人吧 因為她就是 以暫時停止呼吸啦 失辨這些作品成名之後 Marvel就找上她 希望她能導指導Marvel的作品 但是她說不要 因為她覺得 不能跟雷神合作 沒有啦 開玩笑 就是因為她覺得 拍這麼大製作的電影 她的那個創作自由 可能會被限制 所以她就暫時沒有打算 要接Marvel電影 我覺得很可惜耶 希望她有一天可以拍出一個 非常不同風格的Marvel片 或是她屬於她自己的英雄片 恐怖英雄電影也是可以啊 這個影集當初早上編 要訪問第一個感覺 那時候真的資料超少 完全連預告片都還沒有發 然後後來 我就想說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上網查完全沒有資料 然後也不知道卡斯是誰 就想說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但是我還是想說 因為導演是 暫時停止呼吸的導演 我對這個作品 非常的有印象跟喜歡 我就當然是先答應再說 然後後來看到 預告片 然後我就說 所以這是Podcast嗎 現在很流行的Podcast 哇靠有事嗎 編的Podcast要聽一下 然後呢 就覺得這是Podcast嗎 後來就發現 你在看預告片的時候 可能只是覺得那些 聲音的線條啊 只是點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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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去看影集 就會知道那些線條 真的會讓你 騎雞皮疙瘩的毛骨鬆人 真的很機車 它就是會在那種 就是很 你毛躁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那種毛躁的感覺 然後斷訊的時候 就整個這樣爆炸 超煩的 所以呢 我覺得那些線條 也非常有加分 剛剛本來的問題裡面 有設定議題要問導演說 你怎麼決定你的影像 Style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就 很可思 也沒有問到 因為他 我覺得他講了很多 和那個明星合作的事 我覺得 很開心有聽到 因為之前找資料 完全沒有這部片的任何資料 所以 所有的報銷們 獨家在我們這裡聽到 真的很棒 然後呢 連美國媒體都說 這個就是很多大咖的 影像版 影像版Podcast 然後也有人 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看 就說他們不知道 可以看螢幕保護城市看多久 都盯著螢幕保護城市多久 這句話真的讓我大笑 因為真的 你看那些線條 沒有看進去 只看預告片 你可能會覺得 喔 他可能是螢幕保護城市 但是真的 就跟剛剛編一樣 說講的 看進去 你就真的不會覺得 會覺得很入戲 沒有想過 就是這樣子的影片作品 可以讓我這麼的入戲 也增加了你的那種恐懼感 真的很煩 然後 也有人說呢 因為他就是 他沒有真正的演出嘛 所以也有人 在還沒有看的時候 就說他很適合用手機 他可能就在用手機看看 不用大螢幕了 錯 要用大螢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字很小 我那天就試著想要用手機看啊 看不看不看耶 就是他上面那個字 真的看不到 需要一個大一點的螢幕 就算我用我身後這電視啊 就是那個 影片沒有放到滿畫面 我真的覺得那個感覺差很多 真的要放大大大螢幕 然後去感受到那個超煩人 超機車 超 Disturbing 超惱人的影像 就知道別人在講什麼了 好不好 然後對台灣觀眾來說 也許也會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我們會下面會有字幕嘛 我們的版本不可能說做成跟他們一樣的效果 所以不知道大家看的那個感覺 可能又會更不一樣 就我覺得上字的人應該會很辛苦 因為有的那個 真的很急的時候 講話超快的 很酷 所以呢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可以跟邊一樣 去認真努力看一下這部作品 駭人來電 當然呢 說是 當然他真的很像模擬真實的那種 那種狀況 就是 但是他其實還是有他的配樂 而且會讓你神不知鬼不覺 因為我在列問題的時候 我還想說這部片有配樂嗎 然後我還就再回去看了一次 就發現有耶 但是你在看很入戲的時候 真的就不會覺得很厲害 一直說很厲害 真的很強大的一個作品 而且算是蠻實驗性的 挑戰你的感官 挑戰你的視覺 挑戰你的聽覺 我覺得是一個很實驗的作品 在Apple TV Plus 這種作品呢 你不會在台灣的電視上看到 也感謝有這些舊舊串流平台 有這些實驗性的作品 讓大家有更多打開自己世界的機會囉 那當然呢 還要貼心的提醒 有些集呢 後面有彩蛋 就是他可能演一演 就最後就導演名字出現 工作人員名字出現 你可能以為沒了 然後想說 Netflix跳下一集 沒有 Apple TV Plus跳下一集 但其實他後面還有的集數 他後面還有一小段 所以呢 大家要仔細的好好的看完 而且 通常到後面 他那個音樂也是有搭配劇情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酷 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介紹 我這樣介紹這個影集 我介紹很認真耶 我本來以為就是大概跟這個影集一樣 大概十分鐘就會結束 我講了十五六分鐘 希望大家看到邊的影像 不要覺得邊很煩 不要跟那些線條一樣好嗎 我其實我本來也很想說 要是我們的節目變成那樣子 就是全部都是線條 我不會做動畫 誰可以幫我 好啦 那下次見囉 希望大家呢 所有的爆小粉幫我們把這個 厲害的專訪傳送出去 然後讓大家更多人知道 我們的爆米花看電影 當然呢 你的分享 真的會讓我們更茁壯 然後如果你行有餘力 每個月一杯咖啡以上的錢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節目更好 那怎麼樣可以幫助我們節目更好 其實我們所有的經費呢 都會拿來 譬如說 攝影也要錢啊 剪接也要錢 或者是一些買器材啊 製作費 其實都是會要一些經費的 那譬如說49塊 最低49塊 就會可以加入我們的VIP的社團 然後我們很多 節目的訊息啊 還有專訪的訊息 或是明星的訊息呢 都會在裡面先搶先爆 那大家 我們裡面的爆小粉們 也都很愛聊天 會跟大家聊很多很多 電影相關的事情 很有趣 相信呢 所有的爆小粉 現在大家一定要七嘴八舌的討論 對不對 49塊可以加入我們的VIP社團 199呢 就會有爆米花學英文 或者是呢 有時候會有獨家的影片 可以搶先看 那499呢 就會有更多的影片 還有更多的福利 像我們的抽票啦 也會因為這個 如果數量有限的話 通常都會有物資訂閱的 金額多的 會當然就會優先獲得 如果有在參加活動的話 接下來就是799的 799的也是有更多的獨家影片 然後抽到獎品的機率也會更大 最高級 最厲害 最了不起的 中級爆小粉 就是1999的 他們都會有 生日的時候會有獨家的生日禮物 然後所有的電影周邊也會優先獲得 那 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 好萊塢電影都延遲上檔 所以也很謝謝 所有1999的爆小粉 風雨無阻的支持的 保米花開年真的很感謝 講到我這裡我真的覺得有點想要流淚 因為真的疫情的關係我們受到很大影響 不僅是節目的內容 還有像我們跟Fox Movies合作啦 因為現在沒有那麼多好萊塢片 所以現在是一個暫停的狀況 但是呢 所有的爆小粉的愛真的沒有停 大家還是對我非常非常好 對寶貝非常非常好 非常的Sissy耶 好啦 現在要講到20分鐘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停止了 不然呢 我真的沒辦法睡覺 現在已經快要1點了 好啦 真的很感謝你們 然後今天我真的穿的衣服有特別選 就是我本來想要選 就是選一件就是有特別線條的衣服 就沒想到那個線條呢 大部分都集中在下半身 所以大家看不到 看手臂好了 抹茶色的 超開心的 終於穿上它了 好啦 謝謝大家 那記得幫我們分享影片 然後告訴所有愛看電影 愛看影集 愛看Apple TV 愛看Netflix 愛看各種 西洋啊 國片啊 華語片啊 影集的朋友們 都知道我們爆米花看電影囉 愛你們 下次見 掰掰 愛看電影 好嗎 啊 感谢观看